比里最厉害的动物 今天怎么这么热呀 就是啊 太热了 太热了 好想去个凉快的地方啊 我也是 琪琪 你看 是贝贝 贝贝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热呢 拜拜 你 要你自己凉快 我也要凉快凉快 我也要 我也要 好凉快啊 伙伴们 我也好热 我也想凉快凉快 你刚才不是已经做过了吗 现在轮到我们了 你们这些小坏蛋啊 怎么能坐在吃的上面呢 太热了 好热啊 静静地坐在阴凉处 就不会那么热了 哦 还是好热呀 对呀 真想去寒冷的地方 寒冷 那得有多冷呢 嗯 世上最冷的地方 最冷的话 那应该是极地 那儿非常冷 有多冷呢 听说地上到处都是冰 嗯 到处都是冰 应该没有动物住那儿吧 怎么没有 有朋友住在那里呦 哇 真的吗 谁啊 呃 那个 呃 孩子们 很热吧 呃 爷爷去给你们切西瓜 呃 西瓜 谁会生活在那么寒冷的地方呢 就是呀 真好奇 去看看吧 伙伴们 吃了西瓜再去吧 现在太热了 现在不是要去寒冷的地方探险吗 去哪儿就凉快了 嗯 那也是哦 等会儿回来再吃西瓜吧 快走吧 嗯 嗯 可米 我们有一个好奇的问题 发现问题 发现问题 哦 哇哦 你们好 伙伴们 你好 可米 可米 我们非常好奇 都有谁生活在两集 那么 咱们一起去探险 寻找答案吧 嗯 好啊 你得好好好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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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啊 啊 哦 哦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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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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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嗯 基地会有多冷呢 嗯 听说是最冷的地方 会不会每天都是冬天呢 还会下雪 还有冰块 应该很凉爽哦 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生活在极地的动物是谁吧 好 孩子们 今天我们去寻找 住在最冷地方的朋友们 小心不要感冒咯 嗯 知道了 快出发吧 哦 孩子们 你们好 你好 沉默们 沉默们 我们现在准备坐探险船去探险 开一下时光隧道吧 嗯 知道了 探险船 出发 哇 好可爱 是吧 那是企鹅 科米 基地有多冷呀 听说是世界上最冷的 平时是零下四十度左右 非常冷的时候会降到零下一百度 零下一百度 那有多冷呢 嗯 要说有多冷呀 对了 撒尿的时候会马上结冰哦 啊 连温暖的尿都能马上结成冰啊 嗯 是呀 啊 那企鹅怎么生活在这么寒冷的地方呢 企鹅的毛很特别 它的毛又厚又多 可以用来挡风哦 啊 企鹅生活的地方 在基地中也特别寒冷 所以企鹅们总是紧紧地挨在一起生活 互相挨着的话会更暖和吗 嗯 琪琪和朋友拉着手的时候 不也很暖和吗 皮肤挨在一起时会变更暖和哦 这样啊 琪琪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朋友吧 嗯 好的 啊 那个朋友是谁啊 是海报 啊 看着就冷 海报不冷吗 哈哈 海报应该不冷吧 极低的海比陆地暖和多了 都结冰了 能暖和吗 哈哈 虽然很冷 但是比陆地暖和 啊 为什么水里比陆地暖和呢 因为海很宽阔 海水又多 海水不会马上变凉 所以海报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海里哦 啊 所以是在水里游泳啊 嗯 还有海报也有像琪鹅一样 海报也长着一层厚厚的毛 海报的毛又厚又密 可以阻隔冰冷的海水 哇 哎 是大熊 那个朋友是白鸡熊 真漂亮 长着白色的毛 白鸡熊的毛也十分特别哦 特别的毛 像企鹅和海豹那样吗 和它们的布一样 白鸡熊看起来是白色的 其实它的毛是透明的 透明的 看起来明明是白色呀 呵呵 在阳光的反射下 看起来就是白色的 而且北鸡熊的毛是空心的 就像吸管一样 那里面有空气 这些空气能帮北鸡熊保暖哦 哦 原来是这样 好神奇啊 北鸡熊有两层毛 里面的毛用来挡风 外面的毛可以防水哦 哇 我以为北鸡熊的毛只是白色的而已 没想到有这么多功能 哇 北鸡熊真的好神奇啊 贝贝 你的毛会不会也是透明的呀 嗯 是蓝色的 没错 是 呵呵 因为贝贝不是生活在吉地的朋友啊 只有北鸡熊才有那种特殊的毛 嘿嘿 是吗 孩子们 还有点时间 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朋友吧 好 出发吧 那边的小朋友是谁啊 那是北极湖 啊 可米 我有一个问题 啊 是什么 像那样光着脚跑 脚不冷吗 在冬天走一会儿脚就会很冷啊 哈哈 北极湖不怕冷 就算天气特别冷 热血会不断流到脚底 所以是不会动脚的 而且脚底还长着厚厚的毛 所以也不会在冰面上滑倒 啊 这样啊 天气变冷时毛也会长得更快 那毛茸茸的肯定很暖和吧 对了 北极湖的耳朵也比生活在别的地方的湖里小 为什么 那是为了减少从耳朵散发出的热量 虽然都是湖里 但生活在沙漠里的湖里为了快速散发热量 所以耳朵就很长 是这样啊 看来在冷的地方待得太久了 回去吧 别感冒了 可米 好像越来越冷了 北极湖 再见 保重哦 别感冒了 今天的探险结束 伙伴们 今天遇见的朋友们 都能在寒冷的地方生活呀 他们应该是最厉害的 没错 来 给你们带上今天探险的徽章吧 今天的探险最棒 如果你知道的动物 比琪琪遇见的还要厉害的话 要随时告诉我 再见